抱著小寶貝 哄不停 家有新生兒也代表多一筆開銷 以證明鄭小姐來說 大女兒一個月學費就要兩萬三千元 小兒子餵母奶 儘管省下奶粉錢 但尿不開銷 大約每個月也要兩千四百元 我覺得幫助不大 可是就是不如想要補 學齡後 我覺得除了那些補貼之外 最重要的還是就是教育上面 可能公佑的名額增加 面對教育部 推出的幼兒津貼方案 家長認為根本不夠 原來八月開始 二到四歲幼兒 只要不是在公立或非營利幼兒園上課 家長沒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也沒政府公費安置 以及家庭縱所稅率低於20% 每名幼兒每個月 可以拿到兩千五百元的補助 第三胎以上每個月多一千元 但這恐怕無法有效解決問題 補助方式很可能 會墊高私幼的收費的標準 那到最後事實上家長並沒有得到這兩千五百元的補助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家長需要的是一個優質的幼兒教育 所以他需要的是公佑或非營利 想挽救生育率政府祭出補助優惠 但實質上只是杯水車薪 多數家長也不會為此生小孩 政府想要靠發小錢搶救少子化效果有限 記者信眾小偉宜 台北報導